辽宁乡村的景色 今天要前往吉安移动到亚绿江边 同家乐的早餐 离开沈阳后 今天是东北自驾的第三天了 沈阳本西市已经非常接近朝鲜边界 今天要继续沿着乡间小路 慢慢移动到吉林省的吉安市 隔着亚绿江 还可以看到朝鲜的边界地带哦 在盛夏八月里 吉木所见都是油绿绿一片 两旁行道树与农田必绿相应 还有远山与蓝天相随 刚出了绿色隧道后 马上又进入另一条绿林大道 很享受这种在乡间临到的自驾乐趣 自在又愜意 灭肯天洞 山丫山丶化草 尝尝秧加els 参与山举 每天都这些都彼得太大了 望天洞 基于好奇心进去瞧一瞧 顺便下车休息 望天洞 它在网络上写的就是一个大溶洞 跟昨天那个有点像吧 本溪的那个水洞 本溪那是5A级景区 这个才像一样 所以它才比较小 这里地处偏乡 交通不太方便 所以游客并不多 但这个景点很特别 一定要好好记录一下 望天洞 在外面就是一个冰箱的路 它真的就是个冰箱 我要开关闭 冒那个冷气的旺天洞 它真的是冰箱 真的 望天洞总长有7000余米 非常的深而且长 在洞口就可以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寒气 就像走入一个大冰库一样 透过五光十色的灯光投影 幽暗的洞里显得缤纷多彩 壮观而迷人 洞穴发育于20万年前 曲曲折折忽上忽下 巨大的钟乳石灵力 有时壮如花朵 有时壮如瀑布 有的如塔如佛 晶莹剔透风情万种 整个山洞像民宫一样 旺天洞里面的钟乳石 完全没有让我失望 门票70块钱进来 没有失望 里面的洞穴竟然这么多 这个叫做玉莲道挂 它叫做莲花 玉莲道挂 玉莲道挂 像莲花一样 整片都是钟乳石 好大 好大好大钟乳石 晴天石地在这 那一刻叫晴天石柱 嗯 晴天石柱 其实 낮 那洞还这么深 我们还要往下走走走 在那里面牌 灯光可透 开始造 Evan 它这个钟乳石的灯光可透 噢 ו它特别打灯下去的时候 有的地方都看能不能透光 对对对 ! 那前面这里就是可以透光 哇这颗钟乳石叫到盘桃 然後他族下的那個 流石霸 那個路徑看起來好壯觀哦 這個紋路很深 流石霸 神龍寶塔 在這裡 他的高度這麼高 這很近距離的看這個中乳石 柱狀 層次好豐富哦 這個叫做石瀑布 然後一層一層 一層一層的 那是不得了 好壯觀哦 正面上的暗 他那個層次一層一層一層的上去 雷峰塔 都可以看得到那個水 現在還一直在流 真的很壯觀 這個叫做雙陽迷魂鎮 走迷宮 走迷宮 在洞穴裡走了40分鐘後 終於漸漸出現亮光 寒冷的溫度有了些變化 我的錄像鏡頭也開始蒙上霧氣了 洞穴上方出現兩個洞口 陽光從洞口射下兩道光柱 這裡就是望天洞的位置 代表離出口不遠了 我們花了大約45分鐘才走出洞穴 因為洞內外的溫差太大 一出洞口仙氣飄飄 真是一個妙不可言的地方 一個嚴重被忽略的迷人景區呀 望完望天洞後已經是中午12點 在路上找飯館,簡單吃午餐 東北家常菜就是大大一盤 很好吃,通通吃光光 前方加道轉彎 前方加道轉彎 準備要出高速了 高速前有一個收費站 所以如果走人工通道的時候 可以在這個地方繳費 到達太平收費站 我們走的是ETC 前方加道轉彎 我們現在已經開到壓力江的邊界了 這條路就是在壓力江的邊界上 所以呢 窗戶往右邊看過去 看得到的山脈跟這個 綠色那一片啊 通通都是朝鮮 所以這有一個鐵籃圍起來 這裡應該就是屬於邊界 對 放眼看過去那邊就是朝鮮 哇 已經走在朝鮮邊界的地方 這邊看到的左邊這一排的房子 是朝鮮族的房子 高溝黎是公元前一世紀到七世紀時期 生活在中國東北地區的一個古代民族 公元三年開始的四百年間 他們的都城就建在吉林省吉安市這個地方 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歷史遺跡 其中有三個列為景區開放三關 第一個就是這裡 頑都山城遺址 始建於公元三年 是高溝黎時代最為典型的山城之一 山城總周長有六千九百五十一米 小有規模 現在已經幾乎毀壞 只見綠草一片了 天圳一片 都在雪城遺址 大小的地區 成績各種地區 有層次的空間 都在花旗 一起放在某篇旁邊 也有些肉 那麼多地區 可以放在某篇旁邊 是這一個天圳 在某篇旁邊 第二个景点是好泰王碑属于5A级景区 是高沟离第十九代国王好泰王的碑节 高沟离第二十代长寿王 为了纪念父亲好泰王的公鸡而设立的石碑 石碑非常巨大 高6.39米 底部宽约1.9米 四周环刻着密密麻麻总共1775个文字 详细内容拓映在具备的外面 大致是诉说好泰王的生平 以及高沟离建国与战争等等的事迹 第三个景点是长寿王林 俗称江军坟 建于五世纪左右 目前还保存得相当完好 外形是方坛阶梯的十世墓 所以有东方金字塔的称号 200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原计划接下来的行程要前往长白山方向 所以移动到吉林省的吉安市区 这里已经是朝鲜边界 一个离家好遥远的地方 这事又是有烟味的 要是有烟味的 有烟味的 有烟味的 相地人来到吉安要吃什么呢? 他一定会告诉你 尝一尝独具特色的高丽火盆吧! 离酒店不远处有一条高丽火盆街 整条街上都是火盆店 非常壮观 我们也入境随俗 选了一家平价还不错的店进去瞧瞧 东北的冬天非常的冷 朝鲜族屋里会用柴火取暖 晚上饿了就把锅盖放在火上烤食物吃 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今天的高丽火盆 铁锅的下方是一盆烧得通红的炭火 锅内的食材很复杂 有牛肉、猪肉、内脏、米肠、豆芽菜、豆腐等等 食物层层堆叠在一起煮 下方的炭火熊熊的烧 上面的铁锅咕噜咕噜作响 在剩下八月里吃得我满头大汗啊! 我们的战斗力太小 只想体验一下在地文化 至于食物嘛,还是吃不太习惯咯! 明天的行程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 一早先逛吉安早市 待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